當然這些細節是不是反正他降血了 我們就把他這個燈出來給大家看 那這個大家知道 這個賴清德是有點道德潔癖 在中常會裡面 他有點像是教官的一個角色 都每次跟大家講 你這個不可以 那個不可以 對不對 哪些不可以呢 生活紀錄要有要求 風紀鼓掌 對不對 大家手帕衛生紙要戴好 自己克制檢點 檢點 不要讓民進黨再受傷害 你知道大家都是資深的 黨員政治人物 被提醒 你要檢點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在台下臉是不是很綠 還有呢這個2026的選舉不要談 禁談選舉 對一個這個選舉為要務的一個政黨來講 為重點工作的政黨來講 這個時候不談選舉 其實一個黨本來就無時無刻都在想選舉 不是嗎 政權的來源就是選舉 這次人物就是要選舉 你叫大家不要談選舉 那代表說是賴清德很清楚 如果這時候談選舉 一定會更腥風血雨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重點應該是說 要我來談啦 你們都不要談對不對 誰上誰下 他決定嘛 那你們都不要講 但是張英俊你怎麼看一下這個買房 本來我覺得看看 反而又不是真的買 你如果真的買的話 大家就會檢討你的資金進出啊 對不對 是不是挪用了小草的錢啊 今天這個有吳子嘉董事長就認為 這應該就是挪用小草的錢 但當然沒有證據 然後呢也沒有真正去買 那去看個房 看出了個大政治風暴 問題在哪裡 我認為看房不是問題啊 它不是關鍵所在啊 最重要是那個帳目的問題 小草的政治獻金的問題啊 那他們怎麼 那大家就認為他 去看那麼貴重的房子 不是一般我們講的兩三千萬的房子 1.2億的房子 那誰有這方面的能力 那他們是醫生 那醫生算一算的話 當然是高所得 但是也不至於看1.2億 一下拿出那麼多的自備款 他現在住的房子就9千多萬 對 自備款 那如果說要換房一買一賣的話 當然是有可能啦 但重點是通常啊 因為他這個過程當中 他是有寫有時候是仲介啊 有時候是有人介紹啊 等等之類的 但大部分 像這種單價很高的 都要先預約 都不是那種想去看就看得到的 其實都不是 不是我們叫小萊子 都是要預約的 那你預約的過程當中 就不太可能不知道嘛 對吧 所以我認為這一方面 最重要是風險管理的問題 現在這風險處 風險管理風險處置 危機管理 把它危機把它處理掉 是最重要 我認為現在不要去旁生之節 因為旁生之節變成那種魂了 你現在目標就是把整個的 這個帳目會計 弄得清清楚楚再說 所以我問你 如果你是柯文哲 你會怎麼晚上跟佩奇講 我認為看房子 為什麼不要再去談這個事情了 要把這個帳目弄清楚最重要 然後黨內的風機要怎麼樣去 去把它做一個很好的管控跟處理 所以剛剛陳佩奇的臉書其實點了一把更大的火對吧 對應該說應該先做停損 應該是這個要 這個事情不要再講那房子的事情 我們這個先暫時割一邊 我們的重心應該放在這個帳目的處理 那帳目處理 然後要不要每天一爆 還是每個禮拜再一爆 不要這樣子每天好像說是不是 然後一次 然後誰負責任 把這個負責任的抓出來 而不是避重就輕 讓大家感覺到 好像沒有那個 沒有風險管控 所以我覺得亮哥講得很對 陳佩奇也不算是政治素人 但是他看起來 就是法盲 對法律不熟 然後危機處理 真的是非常不嫌熟 他就是我手 寫我心 就是我想什麼就寫什麼 我心裡有很多話要講 我就是通通把它寫出來 但一般人可以 他應該不可以 因為他寫出這一大堆 提供了更多素材 來攻擊他的老公柯文哲 來攻擊他們家 看起來就是如此 那所以他這一大篇 我都不知道登出來 接下來這個綠營會 怎麼樣去運用這些素材 好 我們繼續來看 講到這個綠營當中的地震 這個還有柯文 還有這個柯營白營中的地震 事實上真的地震 你有聽過 你有聽過一個漫地震嗎 稍後我們待會再講 那是下一題 我們先來講一下菲律賓好了 這個菲律賓呢 最近我們看到在這個新冰礁 今天下午跟介大使 我們把這一題拿出來 講得非常的詳細 介大使給了大家很多 不同的一些思維 還有不同角度的一些思考 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補充一下自己的這個嘗試 那這個9701船 大家知道這是菲律賓新坐攤的嘛 跟仁愛礁坐攤不一樣 仁愛礁坐攤的那個船已經壞掉 已經破爛了 但是這一艘呢是新船 頓位也不算小 但是突然之間發現 從衛星圖上看到 這是大陸有一些公眾號 今天從昨天到今天 好多篇都在寫 說從衛星上一度發現 9701不見了 天啊 它是撤掉了嗎 自從船被撞了一個大洞之後 其他來這個補給的船 被撞破了之後 它就嚇壞 它自己撤了嗎 但是我們從新聞的敏感度來看 如果它真的撤的話 一定是個天大地大的大新聞 大陸照理來講 官媒也好 各式媒體都會大幅度報導 但是並沒有 所以呢 我打個問號 那這篇文章寫說 它今天8月20號下午 又再度出現 所以中間消失了一段時間 是幹嘛呢 去尋找補給嗎 哪裡尋找補給 找了補給之後 還回得來嗎 這是我心中的疑問 我稍後問一下 但確實啦 距離上次補給 已經超過一個多月了 它在這裡坐攤四個多月 你知道這海上 沒有食物可以撐一陣子 沒有淡水 幾乎活不下去 它的淡水快要用光了 船上有60多個人 怎麼辦呢 所以消失這一下下 到底去了哪 哪裡可以偷偷地給它補淡水呢 還有一個你就看到 另外一個古怪點就是 當天的衝撞事件 菲律賓是載了滿滿的西方記者 都有照片嘛 記不記得 那個樣子就是高木生 別的西方記者 拿著攝影機 菲律賓也有很多記者 那這已經是菲律賓海上 動作的標配 但是到此刻為止 丟出來 菲律賓是有丟出照片 局部照片 船左先撞一個洞 右先撞一個洞 有這個撞洞的一個照片 但是並沒有視頻 你看到了那麼多的記者 還有自己的這個無人機 視頻怎麼不敢公布 目前所看到 包括非方所引用的視頻 動態的影片 都是大陸海警所公布的 那三支視頻 很快的迅速把它丟出來 那菲律賓跟西方媒體 拍的視頻 是基於什麼理由 不能播 不敢播 這點引發了 大家的很多好奇 還有這個很有意思 美菲政府達成了一個協議 菲律賓人真好 幫美國解決一個大難題 美國這個阿富汗的一些 這個難民 安置問題 對美國來講 真的是痛苦不堪 你說美國這麼多好朋友 盟友 我問你日本要接嗎 韓國要接嗎 印度要接嗎 這麼多好朋友 加拿大要不要接點呢 菲律賓說OK 菲律賓可以幫 這個美國處理一些 阿富汗的難民 那他提供地 美國提供錢 當然菲律賓很多海島 那但是有風險 你會不會因此成為 阿富汗塔利班的攻擊目標呢 據說只讓他們在菲律賓 待59天 到59天之後 如果美國擺爛 那不處理 那繼續放著 你又能怎樣呢 所以這個利將軍你怎麼看待 這個菲律賓先來講一下 你覺得這艘9701 如果離開 他還回得去嗎 其實第一個我要講 這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菲律賓當初跟中國有一個協議 有一個君子協議 那時候記不記得外長會議 副外長級的會議裡面 中國提出三個條件 說你這個坐餐的船我繼續人到 我繼續讓你補給 但是這個地方的主權是屬於我中國的 那你每一條船要運輔的船要經過我檢查 所以那時候雙方有過這個一個協議 那時候中國還特別講一句話就是說 說話要算話 不可以反悔 我記得那時候講很清楚 但是菲律賓來講 把它擴大解釋 他把它擴大解釋到什麼 他把認為說 先兵礁也可以比照仁愛礁的馬德雷3號 這個9701號軍艦來講 也要比照這個馬德雷3號 他們也可以去做人道性的補給 運輔來講 但是中國來講 我怎麼會允許你 這個馬德雷3號已經同意你了 那先兵礁來講 我們並沒有把先兵礁 這條9707號 9701的這個海警船 列入在我們的談判的範圍之內 但是菲律賓自己把它擴大解釋 他等於有點遊走灰色地帶 所以他就去運輔 運輔的過程之中 那被中方發現 當然就把它船攔截起來 撞了一個洞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船在這個地方停了四個月 這中間不可能一艘 這個2000多噸的船 可以在海上致實力 可以到四個月 中間他們一定已經 之前一定有這種運輔 不管是運油 運糧 運水 都有做過運輔 所以他們認為說是 你這個中國這樣的話 我就認為說 比照馬德雷3號繼續運輔 但是沒想到 這時候中國海警船來講 就硬起來了 你如果說我們那時候沒有彈這條船 你要走 你要走 我覺得這兩艘船是不能類比的 因為 沒有錯 就是說它一直就准坐攤 那當然中方不會允許 所以目前它的拖船 萬頓的海警船在旁邊 虎視眈眈 可能隨時要動手 但它突然之間消失了一陣子 是在幹嘛 它一定是 就是說我在這個地方來講 它一定要運輔 這個海軍 其實我們一般軍艦來講 大概致辭力 如果言語的話 最多一個禮拜 就人道運輔 中方是准許 只要雙方講好 它應該是開出去 這個附近的地方 那它如果開出去 還能夠順利開回來 就表示這是中方所允許 中方的監視之下進行的 對吧 其實我覺得對中方來講的話 你這條船不是坐攤船來講 影響不大 你待不了太久時間 為什麼呢 第一個如果說颱風來 你就一定要走 這個軍艦來講 坐攤是整個沉在下面 是坐在沙灘上面 那這條船還可以開 表示它是浮在海水上面 浮在海水上面來講的話 風浪一大 你就一定 2000多噸來講 並不是很大 如果真的有颱風來 你一定要回去 KA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A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AS blow your care